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了最新从公正党跳槽的刮啦咕绕 刮啦鼓楼的州议员尤诺斯 随着这项最新的发展 霹雳州是西蒙在一个星期内第三个倒台的州政权 第一个是柔佛接着是马六甲 那么如今就轮到了霹雳 三个倒台的州政权都是因为议员跳槽或者是背叛所致 撇开土团党不说吧 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西蒙 那么跳槽或者是离开西蒙是迟早的事情 但是公正党 行动党和诚信党也都有青蛙的存在 霹雳州有59个州一席 那么只要取得30个州一席 就能够以简单多数的比例来执政 而新成立的后门政府获得了32席 如今西蒙只剩下27人而已 而新政府的32人当中 巫统就占了大股东 就有25席 土团党4 然后一党3 阿莫菲莎他说他可以组织一个相对稳定的州政府了 那这四名土团党的州议员呢 分别就是来自刚刚提到的大臣阿莫菲莎 吉尔营的州议员 瓜拉库绕 多朗斯卡 还有松埃玛尼的州议员 那土团党呢在2018年大选的时候呢 只是赢得一个州议席 也就是阿莫菲莎的吉尔营 那之后呢 两位巫统的州议员就跳槽 分别就是松埃玛尼 以及多朗斯卡的州议员 那其中多朗斯卡的Noli Asherin 就是阿莫菲莎夫人的姐姐 也就是他的大姨子 那最新跳槽的呢 就是蓝眼的议员 阿莫菲莎就说 霹雳国盟政府呢 将会跟 将能够跟联邦的国盟政府呢 密切的合作 照顾霹雳州的人民福祉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 谁来当州务大臣 这个位置大家都很想要坐 是不是有阿莫菲莎继续坐下去呢 目前还不知道 不过有三种情况 第一呢就是 他继续坐下去 一切照旧 只是换了一些巫统的议员 来当官成为行政员 第二呢 他不担任州务大臣 因为他要入阁当部长 或者是副部长 如果是副部长的话呢 那么他继续留在霹雳州 做老大更好吧 因为他担任一方的这个祖侯 是一方一个州属的 亚阿莫菲莎 如果你去到中央 只是当副部长的话呢 只是亚菲莎 或者是就算你当部长的话 也只是亚菲莎 少了一个亚阿莫菲莎 第三呢 他不担任大臣 因为他被割爱 因为苏丹不选他 这些政客的官方标准的说法呢 就是说我们交给苏丹 来决定大臣的人选 阿莫菲莎他说 国盟的三党 就是巫统土团跟一党呢 他们的领导臣 将提交各自的大臣 大臣人选给霹雳州苏丹 然后由殿下来决定 那么苏丹决定谁的话 谁就宣誓成为大臣 然后组织州政府 这是一般的程序 那么过去一个多星期来 当这个喜来登政变发生之后呢 阿莫菲莎他失联多时 只出席一场公开活动 但他没有向记者发言 就算议员去到大臣办公室 也找不到他 就连他的好朋友 土团党的署理主席 穆克里兹 也联络不上阿莫菲莎 没错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到呢 在阿莫菲莎就是宣布呢 组织新政府之后不久呢 就有三人呢 宣布退党了 那其中两名呢 就是行动党的州议员 就包括了之前被控强奸女佣的杨祖强 那另外一个人呢 就是Bundong的Sivasu Brahmaniam 还有另外一位呢 就是来自纯姓党 TT Serum的州议员Hasnu 那他们三个人呢 就宣布退党 那就表示呢 他们将会成为支持新政府的独立人士 那三人之中呢 刚刚提到的就是杨祖强 还有Hasnu 他们两位呢 就是之前霹雳州的行政议员 那他们呢 就召开记者会表示说 随着新政府成立之后呢 西蒙就变成了反对党 那他说 这就已经不再出现 到底是谁有没有跳槽的问题了 他说呢 他们就尊重人民的委托 因为他说 人民选他们呢 就是要他们成为政府 执政的政府 而不是反对党 这种逻辑呢 是很有问题 如果是这个思维可以成立的话 那么所有被选的议员 都是要做政府 那么谁来监督跟制衡政府呢 是不是 你当选的话 但是你做不到政府就退党 然后以独立人士来支持执政党 这个想法是很奇怪的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其实他就是背弃选民 就是背叛选民 不要以这么多冠冕堂皇的歪论 或者是颠倒是非 青蛙他就是青蛙 或许他们这群人呢 有另外一层深层的盘算 就是他们可能要当官 因为在国盟霹雳州政府当中呢 是没有华裔跟印裔的代表 两位火箭议员 杨祖强跟西法苏波罗马尼 刚好能够填补这个空缺 这种情况呢 就有点像霹雳州 不是霹雳州 柔佛州的张发虎 这一些背叛选民的议员呢 人民会记得你的 就如2009年霹雳州著名的许岳峰 阿莫费沙呢 是反驳自己是叛徒的这番言论的 他就归咎于说 有行政议员呢 一再的尝试呢 要策换大臣 还有颠覆呢 州政权 所以呢 这才算是背叛人民的开始 那他说呢 从去年开始啊 霹雳西蒙呢 就屡屡传出 传出啊 倒大臣的这个风波 但是都没有发生 那我们回来看一下 2018年大选的时候呢 西蒙就攻下了联邦政权 当时候呢 也赢得了 槟城 雪兰俄 吉达 柔佛 霹雳 森美兰 还有就是西蒙的盟友 沙巴的民进党呢 也拿下了沙巴的州政权 那随着呢 几个星期前呢 这一个洗来灯的重变之后呢 西蒙现在啊 只剩下冰雪 吉森这四周的政权 那并且呢 就是在沙巴 是跟民进党联合之中 霹雳州的情况呢 我有一点不了解的是 陈信党的哈斯诺 为何他要退党呢 他是政变之后 第一位退党的陈信党外币 而且他是大高 因为他是陈信党青年团的团长 陈信党和行动党 一直以来 他们的党内的这个几率 跟党风气 一向也都比蓝眼好 这次发生退党的这个事情呢 确实令很多人感到很遗憾 尤其是哈斯诺 因为他的那一票 已经是无关重要了 因为就算少了这三个人 国盟依然能够以 32席的这个简单多数来执政 哈斯诺背叛的原因 跳槽的这个原因呢 其实我还要向霹雳州的同行 跟现任了解 掌握内情之后 有了个比较明确的画面 然后再来告诉大家 是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一定要锁定在CD Plus 主编点新闻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欢迎收听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我想呢 今天举国在关注的 就是今天有我们的 第八任的首相慕尤丁呢 宣布他的内阁班底 那我们看到呢 慕尤丁宣布的那个班底当中呢 有两项亮点呢 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第一个呢 就是在他的班底当中 没有副首相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他也在这个记者会中呢 就宣布了四名高级部长 所以首先我们要问一下 蓝主编 关于副首相 因为这也是我国史上的第一次呢 出现副首相这个职位 炫空的情况 你怎么看呢 其实副首相这个职位呢 在联邦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 所以呢你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那么过去从1957年国家独立到现在 我们一直都有副首相 这个副首相呢 是基于政治传统的这个需要 由于他不是明文规定 所以呢 首相可以根据现在的情况 或者是他认为需要委任 他就委任 他认为不需要委任的话 那么就不委任 就比如说在一些州属的 之前有副州务大臣 或者是副首席部长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并生 并生之前是没有副首席部长 但是之后呢 1990年之后就有副首席部长 然后到2008年就有两位副首席部长 同样的在全国的情况 由于他不是联邦宪法所规定的这个职位 所以他可以没有副首相 而这一次呢 他没有副首相的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呢 我觉得应该就是政治上的这个计算 因为巫统是现在政府当中最大的股东 那么如果你委任来自巫统的领袖 担任副首相的话 你应该委任谁 你委任他的党主席吗 党主席有官司缠身 阿玛塞有官司缠身 那么如果你委任他的老二 鼠里主席的话 鼠里主席现在是摩阿玛哈山 他是圣美兰州 人道的州议员 如果他要进入内阁的话 那么他就要以上议员身份 然后以这个宣示之后 那么以上议员身份来担任副首相 兼任一个部长 那么这个动作呢 可能从慕尤丁的角度来说 他认为是大非州长 所以呢就干脆不要有这一个副首相的人选 而改以这个曼翠干南 曼翠干南可以把它翻译成是高级部长 或者是这个资深部长 那么也可以说是统筹部长 比如说在印尼跟在这一个我们的邻国新加坡 他就有这个统筹部长 然后这个统筹部长呢 他是负责相关事务的这个统筹部长 姓许的 那么他本身呢 也是这一个负责基建交通事务的统筹部长 那么现在看起来 慕尤丁他想从这一个方向去着手 然后避开政治上的这些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 然后他委任了四个高级部长 那我们看到呢 刚刚慕尤丁委任的四名的高级部长当中呢 就包括了有贸工部 工程部 教育部 还有国防部 所以志峰你又怎么看待他的这一个阵容呢 我先补充一点 刚才想不到新加坡的这个交通部长 这个许文远 他本身也是槟城人来的 OK 不过这是题外话 那么刚才你提到的是 怎么看这四名高级部长 Mentri Kanan 或者是Senior Minister 那么他把这四个高级部长呢 都分别照顾四个不同的这个领域 第一呢 就是经济事务是由贸工部长 就是Azmin Ali 之前的这一个经济事务部长 那么另外两 另外三名的高级部长呢 就包括了国防部长 Ismail Sabri Ismail Sabri 他现在是巫统的副主席 他同时呢 也是之前国会反对党领袖 当国阵失去政权之后 那么第三名的这个Mentri Kanan呢 是来自沙拉越的Fadila Yousop Fadila Yousop 他本身呢 也兼任这个工程部长 他在国阵掌权期间呢 他是工程部长 所以他对基建 他对这一个工程 是有相当的这个熟悉 那么另外一点呢 可能政府要重新 或者是更快速的投入 这个范波罗 达到Penbonio Highway 所以Fadila Yousop他来自 沙拉越他有这方面的 这个优势跟强项 另外一个呢 就是Mentri Kanan 是Bendide Kan 是Mohmat Razzi Mohmat Razzi Mohmat Razzi他是商议员 他之前呢 是来自土团党 而且呢 他在敦马担任首相的时候 他是担任这个 Azmin Ali的这个副部长 就是经济事务部的这个副部长 如今他被提升 被着身为教育部长之后 而且又是Mentri Kanan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留意 这名Mohmat Razzi 他在土团党的前途 将会是一片光明的 因为他收到Mohidin的重点栽培 嗯没错 好那当然呢 刚刚我们谈过的呢 就是慕尤丁的这一个 最主要的阵容 就是四名的高级部长 那其实呢 对于这一次的内阁名单 到底还有哪一些地方 是值得我们解读的呢 一定要继续留守在让你每次收听 都有收获的CityPlus 现在呢 回来我们好好地来分析一下 这一份内阁名单 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那今天呢 我们就看到呢 我国第八任的首相慕尤丁呢 在刚刚的五点钟 就宣布了他心目中的这个内阁名单 不过呢 就没有像大家之前预测的那样 就是分批宣布 他今天呢 是一次过就宣布了 他心目中的一个内阁名单 当然我想呢 这是一件好事 对没错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呢 在过去国阵执政的时候呢 首相副首相的职位呢 一般都是由 向来掌握最多议席的巫统呢 包揽的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呢 这一次在慕尤丁的阵容当中呢 没有副首相 不过呢 有四名的高级部长 所以慕尤丁呢 也有说 所有的内阁成员呢 都通过了警方 还有反弹会的一个检验 以便确保他们的清联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 当然就是要问一下蓝主编 你怎么看待这一次内阁阵容的亮点 你觉得亮点有什么 亮点我看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财政部长 因为过去呢 财政部长呢 都是啊 应该讲从90年代末 就是97年金融风暴之后呢 都是由首相自己来兼任 从马哈迪 然后到阿杜拉 然后到纳吉 然后到这个 马哈迪2.0的时候 因为西蒙反对 首相兼任财产嘛 因为这种会有 国库通党库通来通去的话 就出现很多贪腐的情况 那么这一次呢 是完全没有 由政治人物来担任 这一个东西呢 就让大家有所期待 而且这名财政部长呢 Dongu Zafro Dongu Zafro在银行界 是非常著名的 因为他是CIMB的 这个MD兼CEO 所以他在业界呢 他的口碑是非常好的 那么这一次 慕尤丁委任来自业界的 Technocrats 就是我们讲的技术官僚 来担任财政部长的话 他第一个好处呢 就是能够减少财政部 所出现的各种政治的 这些利益上的 这些争端啊 比如说政党要求 这个project 那个project之类的东西 那么相信 Dongu Zafro 因为他是银行出身 所以他非常知道 连接 连政的这个重要性 所以这一点呢 是有所期待的 他的这个 慕尤丁这个做法呢 就有点像 印尼总统Jokovic 他在组织 他本身的这个团队的时候 他就委任了Gojek的 这个创办人 Nadim Makarin 来担任教育部长 同样的 那么这一次 我们一定 他把焦点放在 我觉得他 这个焦点 在这个财政部长的身上 是很大的这个期待 另外一点呢 就是大家担心的 就是乌伊结盟之后 这个政府 会不会越来越右倾 而大家关注的是 伊党主席 有没有回去钓鱼 那么现在呢 哈迪没有在 这个内阁当中呢 他是不是真的回去 登加楼钓鱼呢 我觉得不是 因为今天的 Berita Harian 他说 哈迪他本身是 想要担任 拥有部长职的 大马祖沙迪 阿拉伯大使 那么这个大使 他虽然不是部长 但是他的福利 心经大义 都跟部长同样 所以他是部长级的 这一个大使 所以哈迪没有入阁的话呢 那么相信 对于一些担心 新政府过度伊斯兰化的人 可能要放一放心了 是 那除了哈迪阿旺之外 你有怎么看待其他各党的 一个党魁的布局呢 党魁当中呢 大部分的都有进入内阁 比如说 这个 伊党的当然不谈 那么 这个巫统的也不谈 因为巫统之前 阿玛扎希已经说了 不要委任我 我不要进去 当然 姆虞丁他也说了 我不会委任拥有 这些连接问题的人进入 那么最大的两个党 都没有在里面 那么现在姆虞丁 当然因为他是土团党的 这个主席 那么 这一个国政 不是国政 这个马华的总会长 魏佳祥有在里面 他担任交通部长 然后其他的 比如说 沙拉越的一些 沙巴跟沙拉越的小党 他们的这些主要的领袖 都有进入 其中一个是 沙巴的PBRS的 这一个主席 Joseph Otter Kurok 他是以前 首相署部长 Joseph Kurok的这个儿子 他进去 他担任副部长 不过他那个党呢 只有他一个股会议员而已 那么其他的政党 他们的这个分配呢 都相对的比较均匀 是 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像穆尤丁委任的 四名高级部长里面呢 其实分别就有 两名土团党的部长 那一名呢 是巫统部长 还有一名呢 就是GPS的部长嘛 那刚刚呢 就有提到魏家祥了 其实我们看到呢 在这个新的 那个名单当中呢 当然对于华裔来说呢 最关心的就是 有多少华裔代表在里面 那我们看到呢 总共有五名的 华人正副部长 华人部长呢 就只有一名 是非常少少的可怜 如果对比这个西盟的话 不过因为 种族的比例不同嘛 所以就没有办法 相提并论 过去的西盟呢 是相对比较强调多元 因为西盟一直以来的 这个路线 那么在这个 乌鱼结盟 在这一个 Brikata National底下的 华裔跟印裔的支持率 就相对的比较少 所以他们的比例 也比较少 那么部长呢 就是马华总会长 魏家祥 他一如所料 就担任了这个交通部长 这也是符合 他的这个专业资格 因为他的这个博士呢 就是研究交通的 那么希望他在交通部 就能够大展拳脚 大肆的提高 马来西亚的公共交通 那么其他 马华的三名副部长呢 就包括了 署里总会长马汉顺 他是负责这个教育部 然后黄日生是原产业部 然后还有这个 林万峰马华的副总会长 那么这三个 三个副部长当中呢 都是过去跟华市事务有关的 比如说教育 那么啊 还有原产业部 原产业部从 呃林静一或者更早之前 Paul Leong的时代呢 都是由华裔来担任部长 只有少 只有一阵子的时候 不是不是由华裔 由沙拉越的这个部长 因为这个民政党输掉 那么有这个教育部的副部长 原产业副部长 以及华人做生意 很关注的这些贸工部 过去呢 也是有华裔的贸工部副部长 还有另外一名来自 东马沙拉越的代表呢 是张庆幸 他是负责国家团结事务部的副部长 所以这一些呢 都 当然他的代表 他的这个比率代表呢 不能够跟西蒙 以及之前的这个国政对比 但至少 呃 勉强还可以接受了 是的 没错 那我想呢 对于这一份呢 慕尤丁的那个名单 其实在阵容的排列上 我们还有更多可以解读的地方 所以要请你持续留守在 主编点新闻 我们明天将会同样时间继续来聊 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一起再度分析 这一个内阁名单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